英国的保守党魁最终五强的辩论会上头竞选人 有的明确有的蛮婉转的 但是呢一同暗指强森已经失去了诚信 至于在辩论当中由于联合国难民署否决 英国政府先前饱受争议的难民计划 外向特拉斯说了 希望改将寻求庇护的难民送到土耳其 但是提议之后就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拒绝 主持人一针见血刁钻逼问 是否认为现任首相强森仍保有政治诚信 保守党最终五强党魁竞选人也丝毫不退缩 各个大谈政见激烈争论 而上市领先票数居官的钱财政大臣苏纳克 按着强森不诚实 漠视规则使他递出辞呈 而在前两轮投票都位居第三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态度婉转许多 表示强森也为国做出一定贡献 强森曾因经常化险为一脱身 被前首相卡麦隆灌上抹油小猪的称号 如今却被批缺乏道德毫无诚信 不能入阁成了候选人共识 这日在对中政策上苏纳克将重启自二零一九年以来停摆的英中经济财经对话 希望两国能朝着双方互惠在价值观平衡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强森下台前曾因主导难民送往卢安达保守抨击 而根据金融时报报导外向特拉斯更积极主张推进 如果不能送往卢安达希望开启谈判改将难民送往加入欧盟的土耳其 不过这项提议已经遭到土方坚定拒绝 英国要换党魁但保守党的思维似乎一成不变 记者陈里先报道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昨天率领大西洋理事团访问团 来到台湾将会访问三天 在今天上午会拜访总统蔡英文 并且和国安高层针对印太地区的安全经贸情势 还有台美欧的关系等交换意见 总统府说呢 希望能够透过交流深化美国还有欧洲对台湾的支持 来加强和国际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东非国家索马利亚在18号有一架飞机 是在首都的国际机场发生了坠机事故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浓烟不断的冒出 伴随着大火布满整个跑道 飞机呢则是整架翻覆 消防单位急忙灌水抢救 当地的官员说了 机上有30名的乘客还有机组人员 还好都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但是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来做厘清 美国的夏威夷地区正在举办的是2022环太平洋的军演 不过17号这一天发生了火警事故 有一艘秘鲁军舰突然失火 两名船员受到了重伤 随后被临近的法国海军直升机送到了美国的军舰上 再转成直升机紧急送到医院治疗 秘鲁的海军证实了 参加太平洋军演的护卫舰吉斯号发生了火警 这个火势延烧将近6个小时才被扑灭 其中有两名官兵不幸被烧伤 伤者是搭乘这个直升机转移到潭香山的医院进行治疗 但是并没有透露两个人具体的伤势 仅表示情况危急 但是非常的稳定 好美国总统拜登他的中东行落幕了 当然现在外界开始检视拜登此行的成绩单 包含推动增产石油 组成涵盖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安全联盟 对抗崛起的伊朗势力 这两大目标其实都没有达成 好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带您来听一下时事评论人谢寒冰 他的看法以及分析解读 拜登好歹第一个 他本身外交经验是很丰富的 第二个 美国真的是世界强国啊 人家是真的世界强国啊 可是世界强国会被打到这么难看 还真的非常罕见 说真的 美国在外交上很少吃鳖到这么难看的地步 真的很少至少二战以后 很少看到美国吃这种鳖 就算以前对他 就是对等的对手像苏联啊 或什么都没有遭遇到这么难看过 所以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直觉得 你这一趟为什么要去 我都觉得很奇怪 是 你明知不可而为之 虽千万人无往以往 是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大家的分析都差不多就是 拜登这次去大概希望渺茫 你不管是增产也好 不管就是沙奥地跟你结盟 去对抗伊朗也好 这些看起来 你要得到很实质的承诺 感觉上都是可能性非常低的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正常的情况会怎么样 干脆不要去 对啊 你就不要去就好了 还是他认为他去 他可以要到什么东西 那就是你美国的 整个外交上面的情报 研判出现重大失误 才会这样做 没错 兵哥讲的完全正确 不然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正常来说 好歹你的幕僚 你整个政府 都已经研判局势 然后获得很多情报 加以分析沟通之后 会理解到 沙奥地到底能不能同意你的见解 更不要讲 马克宏前两个礼拜 不是才跟你爆料吗 说他们不可能再增产了 不是吗 那所以你还去干嘛呢 那显然拜登会去 至少他在某一种判断上认为 就算我没有办法要你增产 但至少我可以让你 跟我站在一起 能够至少变成好像 你跟我关系之间又恢复了 可是连这一点他都误判 然后我觉得更奇怪就是 如果你没有拿到东西也就算了 没有拿到东西 然后你出来还要嘴 还要嘴说我有 我有当他的面指责他 有 你不是跟小学生一样吗 结果还被打到脸说 哪有 你说我没共 你根本没有讲 而且这样回的人 不是沙尔曼本人 人家是随便找一个外交部长 出来回你 说我在场没听到 这不很难看吗 难看透了 因为这整个过程 我就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去之前大家不是就讲说 他可能不会跟他握手 可能改用碰拳替代 这一切都按照剧本演出啊 可是当时会讲 碰拳有比较好吗 碰拳跟握手 在美国的礼仪上 可能认为碰拳 看起来是更巴哩巴哩 那你跟一个你骂贱民的人 你认为是杀人凶手的人 巴哩巴哩 全家是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你认同这个杀人凶手 所以你去之前 能不能达成协议 能不能拿到好处不知道 但是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你一定会被美国媒体骂死 你自己都知道啊 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那好 有的时候人被骂 如果能够拿到实质好处 我认了 被骂就被骂了吧 只好拿个实质好处 可是显然看起来是 你根本没谈好 你也没有把握能够拿到实质好处 那请问一下你去到底干什么 印的第16轮军长级的会谈 已经登场了 印度媒体报导说 双方前线部队后撤 好看起来似乎互相释出了善意 而另外呢 中印双方 在今年已经有第三次的会谈 对立还有紧张的情势 和缓了不少 前立委帅化明他分析了 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后 印度就很听俄罗斯的话 没有理由再和中国发生冲突 欧美掌握了海上霸权 如果中印二三国联合 将会出现陆上霸权 印度致命是全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他的竞争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 那么这个莫迪总统上来以后 他就利用这个民族意志 这个边境冲突来提升民族意志 民族意志来提升他在国内的掌控能力 所以并不是真的要打 但是虚张声势已经两三年了 但是你要看大局 那俄乌战争以后 印度是蛮听俄罗斯的话的 那现在美国在选边站 印度一下子靠美 一下子靠俄的 对不对 现在有没有必要跟中国发生冲突 应该没有必要 应该没有必要 所以政治上已经有所取舍了 那军事的行动也就慢慢就熄火了 中国大陆没有说对你有领土野心 照理讲 对 中国大陆有野心的话 藏男重骨就要拿回来 那也没有说 和谈里面没谈藏男重骨的事 这才是大事嘛 没提 那印度呢 他也知道他的军备跟中国大陆 已经吃过一次亏 以前中印边境大战的时候 那现在外长谈过了 对 这个背后的靠山 苏联讲话了 中国大陆也希望争取印度 因为大态势来讲 今天全世界主导的海权国家 是五眼联盟 这些欧美的国家 但是陆权国家 最大的是 苏联跟中国的结合加上印度 那么这三个国家 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 欧亚这个大板块里面 全部是另外一个思虑 那是美国会紧张的 美国会紧张 也不希望看到 所以你看 美国很少就在下手搞什么 印太战略了 这个什么东西来布局 可是印度一直表现得很 曖曖昧昧的 今天弄一下 明天靠一下 过两天又说 我非要买苏联的武器 这些玩花样 就是说 印度的态度是很暧昧的 那中国跟苏联是蛮在乎的 因为 中国跟俄国联合起来 在搞这个欧洲这一块 那南边中东 中亚这一块都差不多了 就是印度这个板块 对 所以印度板块会决定了将来 大国博弈 欧美的联盟跟中苏的联盟 这消涨的问题 旺旺水神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 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 旺旺水神物化器 哪里买呢 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同时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 你上快点购买乌滑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R588 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 我们下期再见 太厉害了